2019年,我們Maridio台長梁錦祥的著作 《顛狗編輯室文集,香港之死反映空前熱烈》 已經搶購一空 今年再接再例 台長梁錦祥會在今年推出一本 全新的《顛狗編輯室文集,香港攬炒之城》 現在已經有現貨發售 大家可以上普羅網上商店購買 每本特價港幣一百三十元 為免相遇,肉購重促 第四節 既然介紹了《Roseman Pike》 有一部影片我幾乎忘記了 但原來我看過 叫做《Gone Girl》 我忘記中文叫什麼名字 《方宗罪》 可能譯名有少少Generic 所以我沒有印象 但這部電影也好 這部電影也好 這部電影也相當好看 我幾乎介紹一下 這部電影說什麼呢 有一個失蹤事件 Ban Elford 做老公 他老婆有一個無緣無故 失蹤 他最初以為是否離開了 他離開了 但他一直都沒有回來 發覺有點不妥 於是顯示到一些警察去查的時候 亦都懷疑 有些線索 就懷疑 可能那個不是一個 就這樣叫做 離家出走的事件 會不會是老公 被罵了老婆 然後寨帝 就說是失蹤 這樣呢 於是在追查下去的時候 那個老公 就無緣無故變成了被懷疑 被懷疑人物疑法 但是故事又發展下去 原來這個是一個局 而這個局 就由這個Gongero 一個設計 他是想離家出走 但是他離家出走之後 那時候他想一窩熟 還要屈他老公 還要屈他老公 所以這個就基本上 這個故事曲折離奇 還有大家都說到 現在是男性世界 女性世界的那種角力的世界 兩性之間那種的大家互相角力 那時候也有到玫瑰的戰爭 都是說這些東西 但是這部就最正最新世代 大概是這個方向 這部電影就走了 所以他就把女主角出來 他都是很多度提名 拿到獎頂的最佳女主角 他就變成了現在 那些叫做強勢女人的一個代表 Gongero就開始 好像第一次台長所說 這位女演員 現在你會看到他拍的那些戲 基本上全部都為一個叫做強勢女人先行 變成了一個代表 原作者看下就是相當漂亮 這個就是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這個導演 但是 Dep Fincher 都找了那個 心理劇的大師 他現在很厲害 對 那個位置 這部電影 我最深印象就是 他後來的丈夫被迫要跟老婆和解 他走到獄室的時候 被老婆威脅她要做愛 要不然就爆她大壞 他這部電影的性與暴力都去得很盡 屬 travail,而且辰惡儀的力量RET 其中一個部 هو鐵金剛 其中是他繼續幫女郎 當時覺得這個幫女郎好像大舊了 對,我也有說過 還有不覺得他的魅力在哪裡 因為覺得他其實是很強 但是你一做柔弱的戲,不適合他做的 去到這個Gun Girl的時候,他就跳了出來 之後那些戲,他已經變成了大嶼級 幾部戲都是 所以一開始你一說貝魯特 貝魯特的那部戲,其實基本上你會看到 那個角色原本在故事裡面,可有可無的 做CIA的情報員之外 他有些叫仗義幫忙,就是幫那個前領事 去做那件事出來 但是他那段是好看過 原本那個,就是貝魯特那個 另外那個7日那個,我覺得他真的很棒 因為他就說兩個partner,一男一女為主 即是那班西德的恐怖分子 而他最好看的就是,他作為一個女性的恐怖分子 你會看到他那種壓力和堅持 他那種對於他的理念的堅持,是強過他的partner 那你會看到 即是他動手殺人就快,即是不用眨眼 男人要殺人,還有很多猶疑 那那個也都很代表出來 然後我也跟台長提到,就是最適合你說的 就是那個女記者的那個,Pyphlet Wall那個 那個我們說過,因為那個就在審美之後提過 因為那個就在審美之後提過 在演員上提過,原因是怎樣 他還未死前 即是他剛剛死前,我們審美之後就說 即是提過 但是那件事跡,後來跑出來 我才跟得上什麼 簡單來說,就是他在最第一位,就是殉職 因為那個戰亂的情況,他就去到最前線那裡 就是他被軍隊包圍 亦都是他被那個政府打擊了 他是英國的記者 因為他的行蹤已經被那個敘利亞的政府釘上了 結果最到尾,他就應該被那個飛彈打死 在他臨死之前,他接受了CNN的訪問 因為現在的科技很進步 就算你那個地方被人圍了 只要你那個電話可以接到衛星的話 其實他都可以做一個現場的訪問 而那個特色是什麼呢 就是他在一個這麼艱難的環境底下 他的訪問本身就是很專業地 沒有任何的緊張 很專業、很正常地去報道這件事 但如果你看回他的真實背景 其實他是瘀酒的 還有有抑鬱 這個是普遍這類記者 無論是攝影記者或戰力記者 他們遇到的問題 有些甚至有一個都拿了普立之長很久的記者 攝影記者 是拿了獎之後自殺 是 順帶提提 袁某我沒有想說這件事 但既然我們說了這個問題 就可以提提 就是Netflix最近拍了一個關於女性被強加的紀錄片 是 公佈那個紀錄片 在Netflix裡面去播放之後 其中裡面一個女事主是自殺的 是 紀錄圖你對於這些問題有甚麼看法 會的 因為那件剛剛發生的事件 剛昨天 那個女事主 那時都跳出來拍了那個紀錄片 新張不平等 造成了一個很大的反應 但是奈何這位女事主 她本身她面對的那班惡妻 基本上是德州的 那些牽涉到的是那些政界人物 有錢人 那樣東西 在她拍完這個紀錄片期間 她還有很多干擾 形成了一個很大的壓力 很遺憾 剛剛昨天收到她的一個消息 因為她受不了那種壓力 結果自殺身亡 我想這個會引起一個軒然大波 我自己比較保守一點 我始終覺得拍她做這類的紀錄片 我覺得要保護受害者 保護受害者就不是說 我們監視完整件事出來 就她正義新張到 或者令到將來沒有發生類似的事件 因為那個事主 是二度傷害或三度傷害 所以我覺得去做這些紀錄片的時候 一定是要有一個很周長的考慮 是 基本上現在 我想這是一個拍電影 都會變成了一個問題 有很多時候 你會看到一個導演作者 他可能位於整個成品 或者他自己有一種堅持 有一種意義 去到一些位置 就變成了一個危險的位置 你說保護當事人 其實現在有很多這些 不做了這件事 是為了那個成品 可能震撼性更加強 令到大家知道 這件事件 我拍這個事件 想找她最高的位置的時候 就出現了這種矛盾 我想現在這個就適合李何姐 現在新聞界 你會看到有很多 很多就變成了不擇手段 他因為有網上 以前大家對那個收視率 當然是很重視 但是現在已經是沒有枉管的年代 我們記得以前有一套很經典的電影 叫做電視台風雲 就是大家為了欠那個評價 那個新聞報道 原來最後 在鏡頭面前 即直播時間 就下槍自殺 現在其實都 真的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因為試過一些 就是直接把自己的自殺 那個過程 放上網 直播 變成了 可能臨死之後 想拿一個大家要知道的 身份認同 因為她沒有什麼得益 當她已經做過那些東西出來 這種情況 其實在90年代已經開始 你會發覺 那個叫道德的那個界限 就越來越矛盾了 變成了那些東西出來 所以你剛才說的 現在就變成了世博學黨 因為她最慘的是 你怎麼可能想守住一個 保護這個當事人 讓她不要受傷害的時期 但是當你一出來的時候 或者你怎樣保護 你怎樣把人生保護 隔壁周遭 都會有很多人 就立即拿你的話題 來再挖出來 這樣就變成了 有時候會悲劇的發生就是這樣 那很多例子 例如南漢 你都記得 前幾個月發生的那些女性 她們把資料被人知道之後 就醫護了她們 香港亦都發生了 但這件事就不料了之 香港的個案是男性 但又是沒有這件事 由於網上的發達 其實現在戲劇性已經取代電影 你在網上看到一些很自然發出來 或者很簡單發出來的東西 那個戲劇性是超越了 我們在電影中想像到的曲折離奇 甚至荒謬 其實剛剛說 因為現在她是迫使電影 你要再走這一步 你不要守住以前的那個框架 因為她裡面 如果純粹玩戲劇的效果 用戲劇的東西來吸引人 你會發現很多媒體 已經戲劇性強過你很多 她已經更加強了 尤其是你手機、網上 或者新聞報道 因為她是直播的 即時性 那種爆炸力就更加強 那個就促使到 我去做電影的那件事 都會明白 這件事是一個進程來的 如果你想繼續拍電影 麻煩你 你要找一種新的方法 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也有看貝魯特爆炸的影像 那個感覺強一點 還是你想將來 如果荷里活重做一次 在劇場裡面 甚至用電腦技術拍攝 誰能給你震撼的效果 我覺得 你如果有勁的人去拍 是拍到一個 你猜不到的效果出來 很簡單 因為她那個 你要做得很漂亮 做到那個出來 很實在的時候 如果有一個人 他用一個 就是 用一個叫電影的特技 那個效果 擺到你好像在現場的那個位置 看到那個蘑菇魂 基本上你在現場的那個 他只能夠拿到一個角度 現在電影裡面 即電影現在的那個技術 無論是音響 視覺 都有一種新的技術 就出來了 尤其它最關鍵 就是在戲院裡面 那裡去做的時候 戲院裡面都是一個在體 你在那裡找到一個新的 一種叫視覺的元素 帶來一種震撼 有時候會比現實真實 你可以捕捉 比現在的新聞片更加強 是 無論如何 我覺得在現場感受到這種 就是最強烈的 是 因為 剛才幾年第一次見過 有人 就突然彈開了 彈開了 因為那個是震波 他飛起了 被震波震到人彈開了 是 那個是一個阿伯 是 所以他這件事 就是剛剛現在發生 但是 我想 接下來 很多人說 你說有沒有人會拍戲 我認為一定有 一定有 一定會拍這個題材 是 是 這件事件 好幾個題材 我想 荷里活陸續都會去option 第一個 應該是 武漢肺炎的瘟疫 肯定 是啊 好像之前的逆戰 是啊 逆戰 但拍得好不好 就是那一回事 這個可以拍幾個角度 可以 另一回事 例如Oliver Stone 拍了一天 他的取態完全不同 是 也是一個微觀的方式去處理這件事 但是你是可以拍到很大場面 另外當然是現在這個大型的爆炸案 是 至於香港那個示威活動 將來有沒有人拍呢 我又覺得 真的 是會有的 你說那個取態是怎樣呢 當然要等那個塵埃落定之後 才會 做到 是 嗯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